下一位委托人叫黄燕 在七岁的时候呢 一场车祸 剥夺了她自由的权利 我们有请黄燕 黄燕 这是您的丈夫吗 是的 黄老师您好 温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叫黄燕 你们两位结婚多少年了 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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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刚才您推您的太太 上场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在生活当中 你对她的体贴 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刚才我有特别说到 黄燕是七岁的时候 遭遇了这场车祸 今天先生也在这里 还愿意提及当年的 这件事情吗 方便吗 可以啊 我是七岁的时候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在上海的郊区 当时的时候我爷爷是在市区工作 然后我是放寒假 我就去爷爷那边玩 然后是爷爷下了班以后 牵着我的手 因为小孩嘛 不太懂事 然后就挣脱了我爷爷的手 自己独自穿马路 结果就是发生了这样的车祸 导致了我高位截坛 从胸以下是没有直觉的 七岁刚刚开始上学 对 那还能继续学习吗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发生车祸是八九年 八九年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 对残障人士的包容度 不像现在那么的广 包括学校的老师啊什么的 他们都没有接纳我 所以从那以后 我都是自己自学的 后来我是自学考了 华东师范的 公共关系专业 听起来一句轻松的回答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爷爷带着你出去 那对于爷爷而言 这恐怕是要 背负上一个沉重的压力吧 对 所以对我爷爷奶奶来说 因为这个事情 是在他们手里出的 他们是饱受了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谴责 他们就觉得很自责 其实也不是 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但是从我爷爷奶奶的角度来说 他们是觉得很对不起我 所以从我出车祸以后 是一直他们在抚养我长大 所以当时我想知道的是 爸爸自然会努力让自己克制 肯定不会让爷爷不高兴 或者不开心了 妈妈有没有在那一刻 产生不一样的反应呢 我妈怎么说 就是她可能心情平复的时候 她是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有情绪的时候 他们 我妈就会有时候会爆发出来 就会说一些比较伤人的话 所以说看得出来 你内心的那份坚强 恐怕也跟你看到了家庭 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平复下来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尤其是你考大学 你一定懂事了嘛 是吧 而且她非常厉害 她就是自学 考上大学 谁是你们家 最最能主导你学习的人 是我爷爷和我姑姑 因为我爷爷 他跟我说 不能走路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有脑 头脑 我头脑是好的 我手也是灵活的 他说你以后有了知识 你可以去做一些 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就是一直会鼓励我 我觉得与其在一个 已经关上的门前 流连忘返 不如像黄燕一样 到开着的窗前 去寻找自己的一片天空 今天爷爷奶奶 在看到你们 应该很欣慰 因为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是吧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谁追的谁啊 我们是电视情缘 怎么会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自学考大学嘛 然后上海电视台 他们就拍了我一个纪录片 然后我先生看到以后 当时镜头有一个镜头 就是我在写字台上面学习 然后有一封我的信 我收到的信 上面不是有我地址吗 然后他看到了以后 他就给我写信 由此我们就认识 我们就从彼友做起 我们通信了五年 你先告诉我们 你看纪录片第一感觉是什么 为什么会想到给他写信呢 当初我觉得 看到他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比较坚强的一个女孩吧 那么也是属于有一种 特别关注的一种思想吧 当初自己也学习不是那么优秀 觉得他的精神触动了我 所以说是也看到他 就是整个纪录片里面 有这一个小细节 就想抱着那种事实的心态 想跟他去作为一个朋友的方式 去联系一下 我们问一下黄彦 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有回信了吗 有 但是我是 并不是很那个 因为我是出于礼貌性的回复 因为他信呢 字比较丑 人家说 见自如面 人家说 字如其人嘛 但你老公还挺帅的 你看这第一封信 开始了你们的彼友生活 这一通通了五年的信是吧 这五年的信的内容里边 是谈你们自己多呢 还是谈你们的生活 或者说生活的不如意多 多数是以学习跟就是互相 他有没有跟你聊过 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这样的事情 有时会了解 那么我有的时候也会去 就是不断断安慰他 对 可能说是父母照顾少 他觉得有的时候 会在信里面倾诉一下 一些就是自己有一些 委屈的那种感受 爷爷奶奶还在吗 我奶奶是去年九月份 爷爷还在 爷爷还在 因为癌症他去世 然后我爷爷还在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 你提到爷爷的时候呢 你其实已经是有泪的 所以此时此刻呢 我倒觉得 在这样的一种 仪式感极强的舞台上 你能和爷爷 把你心中的感谢说出来 远比别人给他几句安慰的话 远比他的儿媳妇 儿子说几句说 爸爸我们其实不在意 这个事情 能让他心里头舒坦一点 爷爷 我做轮椅三十一年 用你的话来说 你也苦 我也苦 但是没有关系 到今天 我能够身边有个人照顾 也有一份职业 未来的生命 也有一个盼望 我希望我今天做的一切 对你而言是一个欣慰 我也要感谢我奶奶 她虽然现在在天上 但是我相信 她从走 她都是一直希望 我可以过得好 你们两个 把所有的爱 都庆祝在我身上 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 没有让你们失望 我和我孩子 我爱人 我们一起会孝顺爷爷的 也希望奶奶在天上放心 其实奶奶没过世之前 两个老人 其实一直是心里 有一种内疚的那种感觉 包括爷爷到现在 可能说觉得就是说 还会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 能帮助地 一直在帮衬我们 包括对我们的小孩也好 就亲其他的所有 基本上都会在 扶持我们这个小家庭 所以说我怎么说呢 就是对爷爷的这些付出 我能生命感受 对爷爷也会说一声 谢谢这么多年来的帮衬 我会照顾好我皇爷的 因为王冠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故事 它真的是 你要走进那个 爷爷的内心的话 我们无法想象 他是怎么痛苦地熬过 一天又一天 对 那个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因为他们有亲情 因为他没有办法 去找那个承担责任的人 只能自己痛痛地去熬着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此时此刻 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 能给我们的爷爷 带来一份真正意上的释然 爷爷 我们谢谢你 是 希望爷爷得到宽慰 黄晏 爷爷喜欢他吗 我爷爷奶奶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始终会老 他们希望我的将来可以有一个人托付 你以前有想过吗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会嫁给什么样的人 没有想过 因为我以前认为 我可能就是会单身一辈子的 对 你是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想问问先生 你的爸爸妈妈对你这样的选择 他们没有横家走栏吗 对 有 当初也有 因为我父母也会有这种旧思想的观念 可能说是对一个残疾人那样的话 对人家有闲言碎语 你自己会不会 受一辈子罪 受一辈子罪 也会有这种思想 谁给把这个局面打破的 是你还是你媳妇 一个是我舅舅 你舅舅 对 我舅舅是从军人员 舅舅懂得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对 那个舅舅跟我父母的一个交谈当中 等于说把我父母的思想负担放下来 你瞅瞅 所以说这一聊一聊就得谢谢舅舅了 对 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你写信 写了五年 我特别想知道 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转变了观念 让你开始有对爱情的冲击 一开始真的是抱着跟他是做普通朋友而已的 但是他是一直抱着有想法的 要跟我谈恋爱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犹豫 因为我受伤是在三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是不像现在那样 只相对比较封闭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说 我以后的人生会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 去结婚 去生子 然后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然后有经济收入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是坐在二楼 基本上很少出门 然后我坐地铁也是九三年的时候 坐过一次 因为上海一号线开通的第一天 我去 我爷爷带着我去尝试的 然后一直到他的出现 03年 他说要带我出去 然后我就坐了第二次地铁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相隔十年 然后他跟我说 你以前从来都没有去过东方明珠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也没有去过南京路吗 我说没有 然后作为一个上海的小姑娘 这些地标性的建筑 我从来那个时候都没有去过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以后我会带着你去 我就是你的腿 我不知道您什么感受啊 因为作为一个女生 听到这样的故事 其实还是挺感动的 因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 父亲啊 外公啊 爷爷 是守护我们的人 是保护我们的人 但是他们总有老去的一天 当有一个这样的男人 出现的时候 对于爷爷 爸爸们来说 也是有一种宽慰和放心 对你来说 责任就更大了 此时此刻呢 你是要来谢谢你丈夫的 想跟你丈夫说什么 预备开始 谢谢你是七年来 对我的照顾不离不弃 愿意坐我的腿 带我出去 打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扇门 转过去 这个 我过来 不太合适 她老想往过转 对 也许未来的路会很难 也许守护这个家庭会很困难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齐心的话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替你考验一下她 如果突然有一天 你身边有一个 在你太太不在的情况之下 长得比王冠腿还长 脸还好看的 一个女孩说 你过得多不容易 你行不行 那什么 你行不行 我可喜欢你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要有这样一个女孩子 你会跟她说什么 三年前有过 还真有过 对 然后你怎么跟她讲的 我就告诉她 我就有一个承诺 就要坚持下去 17年都过去了 人生没有几个17年 我会永远陪伴你 只要你不理 我就不气 抱一下 抱一下 真好 王导 他们俩现在有一个儿子 已经是个大高个儿了 几岁了 16 16岁 对 帅小伙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好 来 有请 多高了呀 因为17 你看 来 你看 这 这 这有个老人家呢 没想着 没瞅着这儿有个人 我现在这么会隐身嘛 就看不出来有个人了 来扶老人家上来 真的是 有这么大个儿子 我根本没想到 对 我想着他应该 是不是有个小宝宝啊 什么的 这么大个儿子 从小 知道爸爸 妈妈 的这个生活呢 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 特别是妈妈坐在轮椅上 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 害怕妈妈去学校的时候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有没有 小同学会 跟你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太敢 跟他们直面交流的时候 不会 真没有 没有 你看这个 真是挺难的 我想问一下 黄晏 你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是什么样的 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是尊重他 而且我觉得一个孩子吧 不仅仅要读万卷书 还要走万里路 所以从他 基本上十岁左右开始 每一年 不管有钱没钱 我都会让他去旅游 替我去走更远 更广的路途 同时我也让他知道 旅行是为了开阔他的眼界 让他知道 只要他以后努力 那么世界就会在他的脚下 是 对 太好了 我觉得黄晏 你现在很幸福 你看你身边的两个男人 高高大大的 可以担起很多的责任 而且他们就像小太阳一样 照料着这个小家庭 是吧 很温暖 对 你有什么话 跟妈妈和爸爸说的吗 首先我非常感 就是感谢老妈能把我生下来 老爸谢谢你 你在我妈身边 我们这个家庭才能那么幸福 对 可以了 你们家今天 爷爷让我哭了一鼻子 这个爱情让王冠哭了一鼻子 那个妈妈幸福得一塌糊涂 儿子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现在你们家幸福指数 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送给你们一首歌 刚才我说了 你们家有两个太阳 送给你们一首太阳 我深切地能够感受到 这两位男子汉身上担任的重任 也像太阳一样照耀着这个家 温暖着这个家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带来一首太阳 我深切地能够感受到 你总感到默默去送 你总感到失望 你总感到失望 对于人生未来 总有太多迷惘 你总围装自己不懂 你总笑着逞强 对爱情害怕触碰 对爱情害怕触碰 放弃挣扎 你看着我眼睛 你记着我相依 无畏风雨 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 不管是多人的远方 也要风雨为你发光 就算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 不管是多人的远方 也要风雨为你发光 就是有一天你不再忌妒 也许有一天的所有的所有 坏事只有你幸福就成功